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Andrew你好 朱罗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Andrew 2021年的上半年过去了 那我们从各种的经济数据 南方Payroll Unemployment GDP Inflation 10年公债的回收率 在我们录音这天跌到了1.3 而政府决定要基建 两党也已经达成合议 股市在最高点 上半年是上涨了12到14个percent 这一切都是Goldilocks的一个situation 太好了 那么人们很难再想说 过去的6个月这么好 未来的6个月就一定会好 但是我们想知道 那就请您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上半年的回顾 下半年的展望 好这个确实这个今年算是这个疫情发生的第二年嘛 那么上半年来讲可以说 美国经济应该是完全按照一个比较平稳的步伐去慢慢的改善 那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基本也是说希望能够把这种不断增长的这种 势头能够维系下去 所以现在来看 联储局不会因为目前这个南方Payroll这些数据还不错就会改变任何的政策 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一直维持 他希望能够看这个经济增长就是要make sure这个经济实际在增长才会改变货币政策 那么我们看上半年来讲 那么中间这个利息也不是完全平稳的 实际上也出现了一段波动嘛 那么就是在这个三月份 因为当时大家在对这个通货膨胀有担心嘛 对 所以当时这个整个利息上涨的它0.25到0.5还是蛮多的 是 Fennie Lee Friday Make也出了消息 对 把rental的这种revenue只能够保持在7%是他们的total收入 对对 太少了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当时也是造成一个大家觉得这个恐慌 恐慌 对 那么后来当然联储局这个一再努力了 现在大家反正至少市场相信说这个目前的通胀是一个暂时的可能在下半年会逐步的好转 希望如此 对 因为这个通胀跟利息呢是完全是紧密在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通胀上去利息会马上就上去 对 因为是双刃剑 对对对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下半年的利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不确定因素 比如像这个这周 你刚才提到这个十年公债一下跌到1.3 在这个价钱一上涨的情况下利息就会下跌 当然对 那这个就影响了房贷的利率 对对对 那么我说的不确定因素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不知道现在全球这个金融市场它的这个变化会有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公债突然间大涨 那么又有一天也可能会突然大跌 这个经常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未来利息应该说这个总体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中间可能也会有这个上下这种波动 上下起落 对上下起落 OK好 那对于2021年下半年7月一直到12月 那您本来是认为可能会慢慢缓慢上升 那现在经过今天的十年公债回收率跌到1.3% 那您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改变了您的想法 会改变少因为本身来讲当这个经济好转上升 特别是美国经济总这个全部从reopen的情况下 利息应该是有上涨一些 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股市在涨房市也在涨 那么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房市上涨这个价钱有点过快 在这种情况下联储局多少会会顾及一些 它会出些政策比如对对贷款的这个政策包括利息方面 因为我们还这个08年我们应该还记忆犹新嘛 这个当时就因为这个贷款制度过宽造成了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崩溃 可是那一次的subprime让大家吃了大亏之后 一直到现在的贷款都拔得很严嘛对吧 当配啊各方面查收入了 现在现在还是很多大部分的program都是查收入的 现在那种现象应该不会重造出车嘛 subprime是不会再出现了 但是呢现在就算查收入但是我发现现在更多的这个homeowner 实际上stretch的也比较多也就是说 debt to income ratio 会慢慢增高嘛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利息非常低 那我尽量的把钱都从equity拿出来去投资这个其他地方 是对所以现在我想对联储局来讲他现在的主要这个目标就是让突破膨胀更高一些 也就是说他在堆积这个泡沫嘛让这个泡沫更大一些 这样的话这个经济才慢慢可以恢复 但同时呢他也要顾及到当我堆积泡沫起来的时候 我要保证这个泡沫不会轻易的去破灭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之后能够吗能够让泡沫不破灭吗 我想短期或者说你长期是肯定会中间会短期之内还是有可能 可以maneuver一点 护着它 对就是说包括这个贷款制度啊包括这个利率政策啊 也就是说他们会及时根据这个整个市场报告啊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贷款的市场是泡沫吗 当然是泡沫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经济经历了这个史上一个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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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出来 但是现在股票价钱在上涨 所以都在涨嘛 这个泡沫是一定有了 但那个泡沫你说什么时候会破灭 这个就就就就就就很难讲了 所以这种情况你也不可能说哦 我就我现在全部卖掉所有东西希望他早点破灭嘛 那傻了 对啊 所以你这种市场你只能跟着市场去走 嗯对走一步看一步 尤其现在的investment property的program出了好些这么这么亲民的一些program是吧 利息都在三以下呀 对这个investment property也是嘛 因为现在本身来讲就是政府希望你这个钱能够投入到real estate啊投入这些这样来维持这些asset的这个value在里面 那么当然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每个人要注意你在什么地方去投资 你到底要stress多少 这个你要这个自身来讲你虽然这个大环境允许你这样去做 但并不见得说你个人可以有这个条件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啊状况收入状况还是不一样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完全注意就是也不能说太过乐观 然后这个呃太过激进的去做些投资嗯 还是要谨慎但是要乐观 对所以您看好2021年的7到12月还是一个蛮平稳的贷款市场 应该应该会这样 我们可以从股市啊这些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要贷款或者是买房地产卖房地产 请找andrew b more on time是一个又有房地产又有贷款的公司 4087818898 感谢您也谢谢andrew谢谢 好谢谢大家 关注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